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十一也是一战的终战纪念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总共动员了七千万名的士兵参战 其中大约有一千万人不幸死亡 两千万人受伤 平民死伤的人数也超过七百万人 但没有想到的是到现在依旧深深影响到国际局势 近期最大的国际冲突 莫过于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纷争了 追溯这段历史就跟第一次世界大战 脱不了关系 怎么说呢 等一下我们请专家来解析 但遗憾的是 百年过去了世界和平依旧难求 甚至特斯拉执行长世界首富马斯克还公开示警 说当前中东跟乌克兰爆发的军事冲突 很有可能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嘛 地缘政治问题的确是全球的一大风险 今天我们也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到底有没有解决之道 为了近距离的去观察尾巴冲突 TVBS采访团队特别深入以色列跟约旦 直级战火笼罩之下的生活 好 首先我们来看特派记者刘婷婷 洪富华稍早的直级报道 居住在台拉维夫市中心的旧公寓 防洪逼弹处就是家门口的楼梯间 你认为这个团队吗 我没有 我们知道它不会保持 它不是为了建筑的建筑 它不是为了码建筑 万万无奈只是我们采访到一半 那些人都不会 来吧 带着记者冲向附近另一座逼弹所途装好心认识 并进入服饰店 那我们比较多了 可以拒绝吗 是的 那是在以色列中处 例如塔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空行情报 一响起的反应时间为90秒 被禁城市反应时间更少于15秒 我们踏出服饰店一抬头 铁冲拦截火箭带的烟消痕迹 就这么出现在社区上空 持续另一座公共避难所 则设在地下室 有一次营用水紧急备用灯和收音机 社区就共用这小空间 不过从1993年起 以色列政府要求新住宅得逆建避难所 以色列民众防患未燃 毕竟铁穷虽然给力 月初有拦截碎片就曾掉落另一栋民宅屋顶 综管以色列的各类防空设施品质与民防意识 也让同样命令威胁了台湾有思考和进步的空间 居民被迫逃离撤退到耶路撒冷的饭店 暂时避难 这很危险 Lévalon 这不是Lévalon在2006年 现在她比较危险 她是Bala Bala是强烈的 Bala是强烈的 TVVS 走访耶路撒冷 这间收留撤离居民的饭店 他们已经把600个房间全数给避难居民留宿 总计收留大约1700人 我们总计的客户已经离开了 这会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刻的 基督徒 基督徒 平常在以色列9月初已经开学了 饭店的会议室和宴会厅都被改成教室 以及游乐空间提供给小朋友使用 也有三星团体捐赠文具和教具 给小学一年级新生 在以色列9月初已经开学了 但是因为这个攻击事件 造成了刚上小学的小一新生 没有办法的正常上学 所以有些善心人士就把这样的盒子 直接带来饭店来捐给他们 可以看到里面包括一些基本的文具 还有一些彩色铅笔等等的 希望可以让这些小一新神 他们在公贺上面不会因为这事件而落下 志工团体也主动募捐 提供物资像是衣物 盥洗用具等等 因为耶路撒冷当地寒冷 让这些临时逃难的民众有充足的保暖衣物 另外还有民众不畏风险 自发信到边境送食物给前线军人 宠物店老板还到当地村庄 救援存活下来的动物 并且启动领养机制 让其他善心人士接续照顾毛孩 面对各方威胁 以色列民众团结一致 希望共同度过战火下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刚从报道当中可以看到 以色列边境的居民大举后撤到耶路撒冷去避难 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耶路撒冷 天下杂志曾经形容耶路撒冷是一个神的殿堂 两个民族的首都三大宗教的圣地 而这三大宗教分别是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是这三大宗教的圣城 好 再来看到的是耶路撒冷的旧城 总共分成有四个区 您看到了包括基督徒区 穆斯林区 亚美尼亚区以及犹太区 的确四个不同的宗教种族聚集在这里聚居 那么到底耶路撒冷为什么会如此的特别 耶路撒冷为什么如此的重要 还有我们要如何平衡看待以巴恩怨情仇呢 马上介绍两位来宾 第一位要介绍是政大外交系教授 李登科 李教授 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是中东国际关系的专家 好 再来介绍的是TVBS外交军事记者 刘廷廷 廷廷好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廷廷刚从以色列回来 对 还有田径的约旦 对吗 好 今天要来分享见闻 首先来看到的是 其实你到了以色列当地之后 马上就听到了航空警报 对不对 而且你们进入以色列的时候 很重要的要下载一个很重要的APP 那就是这个叫做Red Alert 为什么呢 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台北时间 晚间9点的连线 是大概下午的4点 然后没有想到连线到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就真的现场发生了空袭警报 所以就是原本的很平静 在做相关的采访工作 突然点马上中断 就跟要很冷静的 但是你会发现你后方的人 全部都有自发性的 就跑到了他们的防空的避难所 其实以色列的民防系统 做得非常的完整 他们做得非常完善的 就是他们只要一天要空袭警报 就知道要马上怎么做 因为其实我们记者 有经过这相关的训练 所以我们当下就是 马上蹲低趴下这样子 但是马上还是要继续连线讲 然后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 我们有特别去走访 他们的防空避难所的设施 然后没有想到 就是在做这个采访的专题当中 还真的碰上了空袭 所以其实有那个 刚刚有提到这个ZOFAR APP 它是一个这样子 一个手机的警报 然后只要哪里 全以色列哪里有发生空袭警报 你手机就可以马上接收到 就是那天去采访 这个避难所的当下 然后没有想到现场就是 包括像是台拉维夫 还有包括台拉维夫的外围 还有包括是机场附近 都受到非常严重的空袭 然后在空袭之后 其实不只是警报上 你在现场就可以听到 这个铁穹拦截系统的巨响 然后就是碰碰很多声 我们是就地卧倒 对 我们是就地卧倒 然后我们就是 手机赶快拿出来 然后赶快拍 然后没有想到 就是在空中就是拍下了 这拦截的光点 亮眉 然后一直到我们就是飞机 我们要离开以色列 结束采访了半小时前 那个哈马斯还是持续在 以色列的中部 非常严重的空袭 不过你刚刚也有提到 那个拦截的光点 我们就来看一张照片 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绝非那个节庆的庆典的烟火 对不对 而是货真价实地 从这个加萨的火箭弹 然后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 给拦截所造成的 听说你有直击到这一点吗 这个部分是不是 也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有没有错 其实这张照片是 其实网路上非常流传的一张照片 我当时看到的是 差不多傍晚的时候 所以它的那个夜幕没有这么的明显 在网路上去听铁穹的拦截 后这个巨像 我觉得网路上影片 没有办法完全呈现 你第一时间听到它的感觉 我第一时间听到铁穹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当地的 Fixer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铁穹 我眼下来说 这个不是像大声 就是比较像 很大声的蛆鸟的那种巨像吗 他说不是这个就是铁穹 他们已经都很会分辨了 他们就是马上一听就知道 是铁穹 事实上TBS 日本的TBS电视台 他们驻中东的记者 曾经近距离的就直击到了 以色列军队他们的 铁穹拦截系统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难得能这么近距离看发射器 所有构造一清二出 有些刚用完替换下来 有些还等着随时换上发射架 来补充弹药 乙军的无人机盘旋监控 代表威胁就在附近 以色列人的空袭日常 日本人胜利其境 直击一枚铁穹就在眼前发射 快到尽头根本就追不上 对对对 铁穹 那不是铁穹吗 那是铁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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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穹 蛇尚间天空中出现 无数拦截爆炸的烟尘 烟尘 其实这套系统 美軍他們也有採購對不對 但是美軍也已經宣布了 就是說2019年 他們採購了兩套 現在要先送回給以色列 讓他們先去防禦 直接使用 那麼鐵熊系統 您身為軍事記者 其實鐵熊系統其實就是 是不是就如一般 大家所傳說的 實戰的經驗最多 那麼您認為台灣方面 是不是也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我覺得以色列當地的民眾 他們之所以能夠到現在 至少說他們還能夠 正常上班上課 主要是因為他們 對於鐵熊攔截系統 是有非常高的信心的 因為鐵熊攔截系統 它的攔截成功率達到九成 就等於是說真的是非常高 可是我們在當地有碰過 也有沒有攔截成功的 我覺得有兩個狀況 一個是我們知道哈馬斯 對以色列做的飽和式攻擊 當你這個數量真的超過了 你這個系統在一定程度上 你是沒有辦法 那麼急速去攔截的 當然就是對於台灣來講 因為其實這個鐵熊系統 它是去攔截 像是次因素的武器 火箭彈 大口徑炮彈 當然是兩岸有一定的距離 如果對岸要對台灣發動攻擊的話 可能會採取的是飛彈 我們現在當然有一些 相關的一些攔截 包括像是愛國者 還有包括我們自己自主研發的 一些飛彈攔截系統 但是對於這 可能包括像是飽和式攻擊 或者是可能出現的火箭彈的 這些武器要攻擊台灣的話 台灣或許真的是要去多思考這一塊 然後另外一次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在Esteer 除了Iron Dome鐵熊系統 它也在積極研發一個叫做Iron Beam 他們叫做鐵糧雷射 2024年預計是將會開始去部署 他們是用雷射超熱源 去摧毀可能來犯的無人機或是飛彈 這是所謂的鐵蟲的更升級版 更新的科技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部分是說 他們其實當地在於就是 管控這件事情 尤其這麼多的外媒要馬上的到 Esteer去做採訪 當然就是輿論上面要做很多的一些 如何去掌握這個話語權 或是掌握奶奶的這些媒體 所以他們其實第一時間就會 讓我們去申請這個GPO Card 對 然後這GPO Card 對我們就是提前的去申請一個媒體的採訪證 然後我們的商務員的資訊 而且還有這個貼紙去認證 然後翻到背後 這邊有一個地方叫做Sword of Iron 這個稱號 主要是因為他們這一次 對於哈瑪茲所發動的攻擊 就是Sword of Iron的這個稱號 所以他們就是有偏要慶祝載明 來訪的記者是為了採訪這次的紛爭 對這次的衝突 所以核發了這個採訪證 讓他們是非常的知道說 要如何的管控輿論 或者是要如何要把他們的一些話語權 爭奪他們 希望可以讓外界聽到他們一些說法 不過說起來 尾巴衝突真的不適用二分法 就可以來判斷說誰是誰非的 那麼講到這部分的話 我們就要請李教授 來幫我們做進一步的解析了 不過我們先把時間拉回到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就是說 其實11月11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中戰紀念日對不對 但是就在中戰的前一年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跟尾巴很有關係 那就是貝爾福宣言 他是誰他是英國的外交部長 他發布了這樣的一封短信 67個字 可是後人認為說 就因為語焉不詳 所以可能就造成了 就是後來的這個 以巴的恩怨的起點嗎 我們請李教授來幫我們解析一下 今天以色列雖然能夠在巴勒斯坦建國 或者復國 這個巴浮宣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文獻 但是這個巴浮宣言 就今天來講 我們講說回顧這個歷史的時候 其實英國根本不應該做這種宣誓 英國為什麼做這樣一個宣誓 它是有它的背景的 第一個就是 我們講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那麼當時東歐很多地方 發生那個嚴重的反猶太事件 甚至有些猶太人無辜傷亡 所以英國人保與同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也要感謝我們講說 這個猶太人千百年來 他們一直的訴求 他說聖經上就寫得非常清楚 這個上帝允諾他們的土地 對於相信我們講說 聖經的 這些英國的這個政治人物來說 或是一般民眾來說的話 認為說有道理 這個是第二個原因 是 那第三個原因 那當然可能英國自己的 私下的一個考量 怎麼講呢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 英國是跟那幾個帝國作戰 就包括二字馬土地帝國 然後奧雄帝國 德意志帝國 對 然後英國那時候想說 我在歐洲 如果能爭取到這些 在歐洲的猶太人的支持 對我來說很划算 因為我們曉得說 猶太人在歐洲很多國家 來英國 包括德國 他們生意做得很不錯 一般來說有錢也不少 對 對 如果他們出錢出力 不是很好嗎 所以這個樣的話 怎麼可以爭取猶太人的支持 果然沒錯 他一直發表這種宣言 英國 歐洲很多猶太人 當然是大力叫好 最後最後一個可能是什麼 我們知道英國在蘇伊士運河 駐有軍隊 但是蘇伊士運河旁邊 我們講說 如果說沒有一個英國的 很可靠的一個盟友的話 英國要確保這個蘇伊士運河 實在將來會有問題的 因為埃及跟英國關係不好 所以如果說這個地方 幫忙猶太人很多個國家 那猶太人很感謝我們 將來變成我們一個 一個條條保育 來協助我們來保護這個蘇伊士運河 所以英國是有自己這樣考量 好 話說回來 這個宣言宣佈之後 我們剛才說 猶太人是非常非常高興 當然阿拉伯 住在巴勒市場 阿拉伯是非常非常的失望 阿拉伯主要論點就說 這個根本不是你的土地 這是我們的土地 你怎麼可以把我們的土地 交給這個蘇伊士運河 不是很奇怪 而且巴勒在做那個學委的時候 其實當地 就住在巴勒斯坦的 蘇伊士運河人人數是非常非常少 他們擁有土地也是非常非常少 絕大部分都是什麼阿拉伯論 土地也是阿拉伯論的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個有關於土地的部分 這張圖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就成如老師剛剛講的 1946年的時候 其實以色列擁有的土地 一直有百分之六 對啊 很少很少 然後後來就慢慢慢慢的 產生了一些變化囉 真正的一個重點 是在1967年的時候 1967年發生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相信觀眾朋友可能也有聽過 六日戰爭 沒錯 也就是第三次的伊阿戰爭 那一次實在是 以色列單挑 單挑幾個國家 我們來數數看 埃及 敘利亞 約旦 還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伊拉克等等 單挑 而且還贏了 這個才是很厲害 最後他就得到了什麼呢 得到了加薩走廊 西納半島 還有約旦河西岸地區 以及戈蘭高地等等 好 這一段恩怨情緒非常複雜 我們要拜託老師幫我們 簡單的把它釐清一下 我們知道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巴勒斯坦這個地區 是由國際聯盟委託英國託管 給他這樣的一個指示 但同時國際聯盟也接受 巴勒斯坦裡面的協助 這個猶太人 幫他們在那邊建個家園 所以把巴勒斯坦變成一個 具有國際法效率的文件 那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 基本上是 他是用錢買土地 因為他們有一個基金 猶太這個復國主義 他們有一個基金 就專門來協助猶太人購買土地 對 對 對 然後他們購買土地之後 就把上面的阿拉伯人 那個農人 電農趕走了 所以後來在一九三年代 這個巴勒斯坦人就起來抗爭 有三次大暴動 那英國你看這個射殺幾千人 你曉得嗎 那個也是很大的事件 所以到後來英國就說 這個烫手三欲 對不對 左右都不能得罪 不然怎麼辦 所以他在最後最後決定說 那我不管了 所以一九四七年 他就把整個巴勒斯坦問題 交給國際聯盟國 因為國際聯盟都被取代 聯盟國 那聯盟國去那之後怎麼辦呢 也是上偷老金 趕快弄個委員會 後來當時不是安理會 是連那個大會 透過決議 所以叫一八一號決議 那也是個很關鍵文獻 那就是我們講說 今天兩國方案 最重要的一個國際文獻 那是一八一號決議 基本上就是把巴勒斯坦分兩區 或者是所有的兩國 一個是巴勒斯坦 一個是以色列 這個阿拉伯怎麼接受 我的土地怎麼被別人拿走 還要我接受 槍人手籃嘛 所以當然不接受 而且旁邊幾個阿拉伯鄰居 那些什麼這個 鼠叔伯伯的 剛才你講的 埃及序律 這個越南等等 他說 你怎麼可以接受 你才不要接受 哥哥這個鼠叔幫你 馬力是這樣的 我聽你 對啊 對 所以五國聯軍嘛 所以這個第一次 以色列宣布獨立 馬上阿拉伯的聯軍就打進來 但是後來這位的 阿拉伯的聯軍是什麼 根本就是誤火之中 而且什麼 每個國家各有還鬼胎 比如埃及軍隊 他動得很慢 那約旦你靠近你去打 你去打這樣子 那約旦說 你不知道你很近 你去打伊拉 你看 然後伊拉克說 我遠一點我慢慢去 立地是這樣你想的 他說你去死好了 這樣好不好 我慢慢去 你先你先 對對對 對 所以後來被那個什麼 被猶太人各個擊破 所以一九四十八年獨立戰爭 那以色列的土地 比聯絡國要分給他 還要多很多 是 不過也因此奠定了 這個以巴恩怨 就是一直很難解對不對 其實講到這個恩怨情仇難解 跟他們的宗教 還有種族 還有生活的習慣 其實種種種種方方面面 都是很大的差距 包括婷婷這次前進以色列 光是募集物資 就有很多的梅嘎 要注意對不對 最主要就在於 我們都知道 猶太人他們有一個飲食禁忌 叫Kosher 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好 那其實他 有人就直接把它翻譯 Kosher 叫做Kosher 不過其實他們有一些 很特殊的一些規定 必須要去遵循是嗎 是不是也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這次的以色列之行 不管是去種種國家 是東南亞國家 如果是碰到穆斯林 我們就很習慣的 哈拉 然後就不能吃豬肉 他當然還有一些 其他的禁忌等等的 可是大家可能覺得說 這已經夠嚴格了沒有 以色列的飲食禁忌 尤其猶太教的飲食禁忌 是非常非常嚴苛的 怎麼說 我覺得最讓人外界 可能會比較不習慣的是 他們沒有辦法讓乳製品 所謂的奶製品跟肉製品 同時的一起烹飪 或一起出現在同一道餐點當中 所以像是你可以想像 你吃披薩 披薩不可以有起司 他們沒有雙層牛肉 幾世寶這個東西 另外還有包括說是 可是他們一個不能吃的東西 包括螃蟹 蝦子 魷魚 然後沒有零的魚類 都不可以吃 好 不過我們剛剛已經提到 正因為宗教還有生活 文化各方面都不一樣 所以尾巴衝突 到底要怎麼解決 到現在大家想破頭了 好像還想不出一個什麼辦法來 但是約旦跟埃及 這也是老大哥 他們就說 好啦 不然我就提出來 再次講就是說兩國方案 但是兩國方案奇怪了 到底以色列跟巴斯坦反應又是如何呢 我們先看報導 以巴衝突如何解決 多國禮秀再次提出兩國方案 所謂兩國方案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坐下來談清楚土地分配 在約旦和西岸及加薩走廊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與以色列國並存 最終目標是形成兩個領土清晰相互尊重 停水不犯河水的並行主權國家 然而以目前情勢來看 兩國方案幾乎不可行 以色列國內缺乏推動兩國方案的社會基礎 內部不同群體意見分析 對於巴勒斯坦國的領土和人口問題難以達成共識 以色列外交部發言人接受TVBS獨家專訪 也對兩國方案持消極態度 這不是一個時間要談到平衡 當哈馬斯還在那裡 巴勒斯坦對談判沒有信心 也認為對方缺乏誠意 沒有機會兩國人失敗 為什麼 我希望看到它 它不會發生 為什麼 因為今天是不可能 好 兩國方案乍看之下 外人來看會覺得滿合理的 那就一邊就是 各自有自己的國家不是很好嗎 但為什麼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 他們贊成的分別都各自有三成 到底這真結何在 請教授幫我們解釋 這個兩國方案 其實英國在1930年代就提出來了 後來剛才講聯合國也提出來 然後後來後來講聯合國也提出來 後來美國柯倫敦政府真的提出來 但是川普好像不接受 但是現在拜登又接受了 他已經公開接受了 所以我們想說 他這個原則是沒有問題 那問題是怎麼分割 那年底也很一樣 他不 你剛才你看那個地圖 他已經是連在一起了 你怎麼去分割 比那個1811的時候差太多了 好 那麼所以很難分割就是 以色列或者說這個猶太人 在佔領區 越太人西岸還有哥蘭高地 特別是越太人西岸 從1967年之後 就不斷地蓋屯梗區 越蓋越多 越蓋越多 從一個變兩個 現在已經超過100個了 然後光住在原來西岸的 這個猶太人這超過70萬人 所以如果兩國方案 那這些屯梗區怎麼辦 就是70幾萬的這個猶太人怎麼辦 這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如果說 真的兩國方案成立了 那流亡在國外的 不再發展成這個地區 可能是在埃及 在叙利 在伊拉克 或是在歐洲的 這些巴勒斯蘭難民 加起來總數 中在西加聯合國的統計 最近統計超過600萬人 對不對 那差不多600萬人 至少有300萬人想回家 他說我都嫁住在台南維夫 我都嫁在耶路上 我都嫁在海法 都被以色列占了 那如果說加拿和平 已經達成了 我要回家 那怎麼辦 那兩個方案的話 可能不是你的家了 那你怎麼去補償 你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 觀察說 這個江界怎麼分 屯梗區怎麼處理 然後那個難民返鄉權 怎麼去處理 所以我說 兩國方案 基本上大家都認為說 這就是唯一的出路 但是怎麼去分割 不能上頭腦筋 對 非常的錯綜複雜 好 有關於這個 耶路撒冷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節目 會來繼續聊 而且非常謝謝 婷婷的分享 真是冒著槍林彈雨 完成了非常好的一個採訪 那麼非常謝謝 好 稍後回來 我們就來看耶路撒冷 我們要前進這個 三大一神教的聖地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千年以來 錯綜複雜的歷史 最具有代表性的象徵 就是有三大一神教 共處一城的耶路撒冷 各具有代表性的聖地 都坐落在城中 其中對猶太人最為神聖 也最悲傷的代表 當然就是哭牆了 TBS記者這一次就實際走訪 也有科技業者把聖城耶路撒冷 那麼搬進虛擬世界當中 不但可以碰觸到耶穌的聖母 也能夠在哭牆底下祈禱 或者是在阿克薩清真寺 感受到伊斯蘭教齋倔月的虔誠 希望三大教派的信徒 都能夠找到心靈寄託 我們一起來看 只需要躺在那裡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雙手擺頭上 用最快速度趴下走掩護 這是耶路撒冷居民 聽見空襲警報的日常 儘管耶路撒冷是猶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聖城 卻同樣面臨著空襲威脅 這也因為是舊城充滿古蹟 不是每一間房子都能夠往下挖 防空洞設備 不少人遇上空襲警報 只能逃到公共區域的防空洞 或者就地趴下擁護自己 有幾天後 我們也有些警報 但在一星期或是 我們還沒有警報 我們住在一個地方 有很多人 積極的 積極的人 最多人 都是好人 我有好朋友 那都是積極的 積極 但是 你聽到很多 攻擊 現在 民眾對於空襲反應不同 而在知名景點枯牆 有大量以色列猶太人在禱告 在出現攻擊之後 人數更多 西牆也被稱作為枯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裡 在哈馬斯的攻擊發生之後 當地人就告訴我們 有非常多的猶太人 會特別來到枯牆這裡 希望可以尋求心靈上的慰藉 不論是聖母教堂 枯牆或是阿克薩清真寺 三大宗教的聖地 都在耶路撒冷古城當中 也成為全球無數信徒 一生的嚮往 帶上虛擬裝置之間 以色列的新創公司 透過魔幻的手法 讓人一瞬間 感受聖誠才有的震撼 這些是神聖地 來徒歷斯頓 所以您可以進去聖神聖堡 進入神的祖父 您可以去佑拉克爾墨墟 您可以上去祖塔堡 樓裡 您可以探測西班川 支撥均 飛上西班川地 和寫字 甚至佔進入西班川地 透過vr裝置 還有軟體 进入元宇宙 就能跟着犹太信徒 站在枯墙边祈祷 还能拿起虚拟笔写张纸条 把自己的心事还有心愿 向上帝倾诉 也能走进一望人山人海的圣母教堂 看看耶稣被盯上十字架的地方 甚至可以伸手触摸耶稣的圣母 或是在阿萨克清真寺 感受伊斯兰教斋皆约的前程 跟着无数的信徒 一起朝麦家的方向跪拜 新创公司执行长强调 透过这些宗教仪式 除了让信徒可以胜利其境 在信仰当中可以得到心灵的平静 更是要让更多人可以了解不同的宗教 减少彼此之间的隔阂 我们就来仔细介绍 世界遗产耶路撒冷的背景资料 它是在西元前一千年 由大魏王建成的 大家都知道是三大宗教的起源地 但是这千年以来 控制权变化不断的改变 包括了像是罗马拉 土耳其 英国 约旦都曾经控制过耶路撒冷 另外现在主权的争议则包括 联合国认为说它是独立的个体 不属于任何一国 但是巴勒斯坦当然会觉得说这是我的 那么以色列则是拥有实际的控制权 好 这一段节目我们来讨论耶路撒冷 请来另外一位来宾来介绍一下 那就是资深世界遗产导游 同时经常去中东对不对 徐丰瑶老师 老师去了耶路撒冷几次 十几次 十多次是这方面的专家 当然同时也是正大宗教研究所的博士生 欢迎您在这一段加入我们讨论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张这个鸟看图 相当程度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为什么三大宗教都主张 圣城是他们的 您看到了这里有枯墙 这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 另外基督教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圣母教堂 那么在伊斯兰教则是有 圆景清真寺跟阿克萨清真寺 阿克萨清真寺我们等一下会详细来介绍 我们先来看到的就是枯墙 其实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这次刘婷婷也走访了枯墙对不对 枯墙又称为西墙 是在西元前十九年到一世纪的时候建的 古代犹太人第二圣殿的一个遗址 实际上圣殿的被建立 其实可以跟着犹太人的王权的建立 是同时搭在一起的 所谓扫罗大卫所罗门 实际上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 慢慢的从建成到建圣殿 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 实际上枯墙的部分大概是这个样子 枯墙 我们先把它具体性的讲一下 你可以如果你有那个全兆图 你可以看得出来 第二圣殿的枯墙的石砖在下面 上面的是阿图曼土耳其 苏朗曼曼时代的 所谓的枯墙的石砖 它那个石头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又可以再切割一下 右边的枯墙 是所谓的女性她礼拜的空间 左边的那个枯墙 是一个男性礼拜的空间 所以当我们进入到枯墙的时候 对于我们非犹太教徒来说 我们是进入到神圣空间了 所以当我们进入到枯墙的时候 男生都必须要戴那个KIPPA帽 白色的那个帽子 他们常常说一句话 就是头顶天 人是人 人是不可能头顶天的 更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还回归到Tamud 那样的一个犹太的圣经当中 去看的时候 圣地并不是一个普通人 可以进得去的 当时圣地进去 只有犹太十二支派当中 其中一支叫利未人Levi 他才能够进得去那个圣地 所以这个都是圣地 我们要讲枯墙的时候 都不可以去逃避或闪躲的一块 所以实际上你现在进入到枯墙前 他其实还会有一个牌子 他会告诉你说 这是犹太教的圣地 你没事 你是不是可以进来的 原来去了枯墙之后 还分男女友别 对不对 而且李教授你也曾经去过枯墙 去过三次 我可以讲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就是枯墙 他那个千百年来有很多缝隙 结果我去看的时候 那个缝隙都是满满满满的小字条 据说枯墙非常灵验 你弄个字条 好像我们那个放那个什么 天灯一样 对不对 然后这个犹太人他会做生意 他们现在怎么了 他有传真机 就说比如说你人在纽约吧 对不对 你弄个字条传真过去 他会帮你终终帮你塞进去 收费 还收费 所以他枯墙还可以赚钱 你看 他们像犹太人在那里的生意脑筋 所以其实全世界各地的宗教 有一些这个程序 好像也都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没错 对不对 好 那讲到另外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看到那个 以色列那个传统的那个教室 那么我的了解 他们是国家供养的 每一个人所一本的圣经 就为圣经厚厚的一大本 他们就愚贯了 我进去 去哪里呢 我们看那个枯墙 那个枯墙露出来 是外面看得到嘛 对不对 它其实有一部分 它是在那个什么山里头 当然不是被那个泥土都给盖住吗 那犹太人把它挖出来 挖挖挖挖挖挖挖 所以变成一个山洞的样子 所以我们讲说类似这样的 我们这里面 这枯墙一部分这样子 好 那就在枯墙前面 他们就摆了一张一张的椅子 跟那桌子 所以每一个教室进去之后 他想固定位置 他就坐在他自己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圣经 一打开来 然后就开始在那边祷告 祷告到一定的一个阶段之后 他们就可以回家下班了 是 好 我们刚刚讲到了犹太教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区域里面的 基督教的代表性建筑了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就是圣母教堂 对不对 圣母教堂相传就是 耶稣死去跟复活的地方 被信徒认为是一生必去 可是问题是 现在这个地方 虽然是基督教的圣地 但是很特别的是他的管理权 交由穆斯林 那么成为耶路撒冷当中一个 很多人说这算不算是 宗教融合的地方呢 薛老师告诉我们 这又是一段怎么样的故事 对于这个朝圣 应该更精准地讲 是天主教的朝圣地 了解 对 那对于这个天主教来说 或者是说我们叫做旧教来说 可能大家在台湾久了 不太没有太听过那些教派 什么亚美尼亚使徒教会 然后叙利亚政教会 科普特教会 希腊政教会 天主教 然后还有一个更奇特的是 伊索比亚教会 所以对于 这其实是一个宗教史 就是耶稣在复活之后 基督教是一个没有核心的状态 所以各自大家各自发展 所以都必须回到所谓的圣地当中 去插旗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团员们 讲一个笑话 就是你去看一下 现在圣母教会的那个大门口 那个上面的窗户有一把梯子 那把梯子是因为工人修窗户 就忘记拿下来 然后他就拿不下来 因为六个教派 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 所以就会打起来 然后不要再想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圣母教会就这么想 六个教派有不同的仪式典礼庆典 圣诞节你认为是12月25号 政教会说是1月6号 所以大家的节日不同 所以常常在里面吵架 然后搞得大家是人样麻烦的 所以萨拉丁那个时代 各位就是伊斯兰时期 最重要的一个民族英雄 打赢了十字军的这一个萨拉丁 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圣母教会的钥匙 交给了这个所谓的穆斯林 让穆斯林来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实际上我们回到 萨拉丁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你就会发现其实 和平是曾经存在过的 那这个萨拉丁 面对当时屠杀很多穆斯林的 那个十字军 其实萨拉丁是让所有的十字军 无痛的自愿性的离开这座城市 所以我必须得说 那是一段美好的过去 所以其实和平不是做不到的 对不对 其实从人类的历史来看 和平并不是做不到的 但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 好 介绍完这个犹太教 还有这个基督教或天主教之后 我们紧接着要来介绍 当然就是伊斯兰教 在耶路撒冷很重要 一定要知道的是 阿克萨清真寺 但是这阿克萨清真寺 据说也是近期 以巴冲突倒果线之一吗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 请别走开 面对巴勒斯坦人的反抗 以色列的反制手段 可就相对多元 尤其从9月中旬到10月初 又正好是犹太新年 和祝鹏节的欢庆活动期间 为了满足以色列民众的购买需求 官方干脆缩减 巴勒斯坦人的食物供应 接着又关闭了约旦河西岸 以及加萨过境点的所有通道 更宣布扩大旅游限制 这三道禁令 等于为巴勒斯坦人 带上了紧箍咒 没有洋食又哪都不能去 摆明了是要巴勒斯坦人 作困酬成 无以为继 而且这些限制还不够 截日期间 以色列还允许民众和游客 除了在西墙祈福之外 也能进入阿克萨清真寺 参观祈福 完全不理会 巴勒斯坦人对圣地的禁忌 可以想见 这对前程信奉伊斯兰教的 巴勒斯坦人 是多么严重的一次 宗教文化面世 也让巴勒斯坦人深信 以色列一连串的动作 是要霸占他们的宗教圣地 并且改变阿克萨清真寺的 历史地位 还要对巴勒斯坦人 来一次种族清洗 种族清洗的目的 是要借此机会 扩大以色列在占领区的面积 赶走巴勒斯坦居民 进一步夺取他们的土地 用来扩建更多的犹太居住区 即便这项政策 已经被联合国认定 违反奥斯路协议 就连美国 驻联合国大使都认为 以色列已经侵犯了巴勒斯坦人的权意 但是在神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国家 我们近日 近日 15,000区域 被宗教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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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 即便美国和联合国 都说出了重话 但以色列方面 只是双手一摊 表示新建方案 早就木已成舟 势在必行 就算美国和联合国 都表示反对 但是以色列政府 做出的决定 也不容各方指点江山 这看在失望至极的 巴勒斯坦人眼中 已经不再是愤恨 这个词汇可以形容 势必要采取 比以往更激进 更能让以色列 真的有被打痛的报复方式 才有机会 警告纳坦雅胡政府 不要轻忽怒火中烧的 巴勒斯坦人 要为长久以来 受到的压迫和欺凌 做出反抗 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严密控制 强占土地 侵犯圣地的三重压迫下 为哈马斯提供了 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 并且以阿克萨清真寺之名 作为代号 发动猝不及防的 军事突袭 要让以色列知道 当他们享受美食佳肴 欢声笑语的 庆祝佳节的同时 保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 会以他们的方式 来回应以色列 在占领区的 系统性扩张 以及加诸在 巴勒斯坦人身上的禁锢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报导 是TVBS资深编译 汤道顺所做的整理分析 我们就来看一下 位于圣殿山里面的 伊斯兰教圣地 其实包括了圆顶清真寺 它是金色的屋顶 另外就是最重要的 阿克萨清真寺 是银顶清真寺 那么阿克萨清真寺 我们也要来做一个介绍 建立于西元七世纪的时候 地点就在圣殿山 它是伊斯兰教的 三大圣地之一 那么第三大圣地前面 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老师有讲了就是 麦迦跟麦迪娜 对吗 那么相传是先知 穆罕默的升天之地 听说老师您有去升天之地 的确有看到 您可以进入到阿克萨清真寺 可是清真寺听说很难进入 对不对 连这么资深的导游都进不去 当时还被考试 像那个时候要进去到 阿克萨清真寺的时候 那实际上我们不是穆斯林 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没有洗小禁 那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宗教的 圣地的时候 那我们就被考试了 那他就考我穆罕默德的阿嬷 是什么名字 那不是教徒就打不出来了 我认真说就算是教徒 他也要Google一下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完全没有这个因缘 可以进入到阿克萨清真 那李教授为什么进得去 好 我是到耶勒撒冷 参加一次学术研导会 我们那个研导会的主要目的 就是说怎么样来为这个地区 创造和平 所以不同教派什么什么的学者 都来了 其中有一个是 好像认识就是 阿克萨清真寺的管理委员会 而且还蛮高层次的 所以结果他沟通 我们都可以去参观 那非常难得 不只在外面参观 而且像我 我不是穆斯林 对不对 我都可以去参观 而且还可以到底下去 然后那个 复得清真寺的一个管理人员 他就跟我们解释 他说这里就是 穆罕默德当年升天的地方 但为什么阿克萨清真寺 会成为这一次的一怕冲突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联性 就是最近几年 以色列右派人物 包括这个政府的阁员 他们认为说 这有什么好建计的 一路上都是我们的 对不对 这都是我们在保护安全 那我们是什么 是这个政府官员 我为什么不能去 我来视察 我就了解 他们明知道说 对于穆斯林来说 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每次一去 就引起很大风暴 过去以色列不是一个 总理在夏隆吗 他是第一个人 总理之尊 他都去看 结果他一看完 马上引起暴动 后来引起巴勒斯坦的抗争 死了好多人 所以这次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 最近几年 以色列的右派阁员 他们就是什么 三不五十 我要去看一下 每次就是什么 制造很多的分针 是 听说这里 好像是连用英文去讲圣殿山 就是那个圣殿山 都不行对不对 上去参拜到底有哪一些 必须要遵守的规矩跟限制 实际上 像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先看到 在圣殿山的三角下 那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警告的那个牌子 各位看清楚 这是犹太人的 的 的组织协会 是 你要进去圣殿山 你是有一定相当的规范 要存在的 你并不是一个随便进去的状态 第二个部分是穆斯林 穆斯林这是圣地 所以对于我们这种非教徒来说 或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进去 但是你就不可以做出很多 像是大声讲话 或者是男女生站在一起拍照 这样的一些事情 他们在上面也是不允许你 因为实际上 这一个地方很麻烦的原因是 巴勒斯坦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 那你约旦国王阿布图拉 到底是站在哪个地方 支不支持呢 实际上也许约旦国王 并没有那么支持 那个巴勒斯坦的独立 所以那个时候就刺激了 巴勒斯坦的这个组织的人 然后去暗杀阿布图拉 所以他就是当场死在 阿克萨前正式的 是 那么最后请教一下李教授 以巴冲突有解吗 应该还是有解 但是是非常困难 我们刚才说了 两国方案要处理 专方这些诱坏团体 激进团体的心态要调整 同样的像这个巴勒斯坦的 哈马斯还有比较比较更激进的 他们认为说 凭着武力可以把以色列消灭 这个也是做不到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个 如果不好好的做下来 心平气额的 那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话 这个问题真的是几乎是无解 但是我们认为说 还是有解 比如说我们讲了 以色列就有很多 你看他们用了多少 我们讲说泰国劳工 他们究竟就可以用巴勒斯坦的老公 现在也有少数少数一两万人 在他们以色列打工 他说两边 比如说成立一个共同市场 那巴勒斯坦十万二十万 上百万到以色列打工 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说如果和平相处是两个 相得欲章 这个双赢的局面 可以多赢的 国际今天都没有这个 这个有一个什么 我们讲火药库嘛 其实追求和平是普世价值 天下知识为人心而已 一念之间 我们也是提求能够世界和平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那么稍待一会儿 再回到提款点 大家好 我是庄开文 欢迎收看提款点 从乌恶战争到尾巴冲突 到朝鲜半岛的紧张再起 战云似乎依旧笼罩全球 真心希望能够赶快地拨云见日 而我们今天则要揭开 战争地道的神秘面纱 随着战事演进 以色列军队在加萨走廊 陆陆续续发现 越来越多大大小小的地道 哈马斯领导人 在2021年的时候 也曾经宣称 他们绵密的地道网 超过有1300条 总长将近500公里 大约是纽约地铁总长的一半 比起伦敦地铁总长还要长 也因此被以色列军方称之为 加萨地铁 而这些地道主要是用来 储存弹药 食物 藏匿人质等等 一场战役的胜负关键 真的有可能取决于地底下吗 事实上地道战一直都是不对称 作战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细数20世纪全球知名的战争地道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抗日的河北地道 那么日本也有长达18公里的 硫磺岛地道 至于朝鲜半岛 即使1953年停战之后 也发现了有北韩所挖掘的地道 就连知名韩剧爱的破架 也把它纳入剧情当中 还有越南将近200公里的古枝地道 现在已经成为了热门观光景点 这些都是可怕战争的记忆 世人应该谨记教训 而今天节目一开始 首先带您看到的就是 被形容成好像巨大蜘蛛网的 加萨地道 日夜都对加萨开轰 在南部甘尤尼斯的 纳瑟医院的富有大楼 更在深夜遭受以色列坦克轰炸 瞬间全部人惊慌到冲出病房 有不少孩子身上都有轻伤 其中一间病房更是重灾区 诊间是烟雾弥漫 根本看不清楚 也难以呼吸 一名才刚做完截肢和开颅手术的女孩 就在病房内遭受攻击 墙上血迹斑斑 群众恐慌尖叫 病房内被炸倒面目全非 这场攻击导致一名13岁女孩不幸身亡 小孩无助又害怕的眼神让人看了好心疼 加萨北部的西法医院每天都涌入大量病患 医院里完全失控 世卫痛批以色列携洗加萨医院 可是以色列这一边宣称他们有重大战获 连夜开挖 已军发现哈马斯所开挖的最大地道 是宽敞到连车子都能通过 这是新瓦的建筑 这就是建筑的建筑 以防禁止哈马斯的建筑 我们不能够建筑哈马斯 以军带着外媒进入这宽度达三公尺宽的地道内 里面拉好电线还有循环通风设备架构扎实 以军还秀出一段影片 是哈马斯领袖新瓦的弟弟 疑似还坐在副驾驶座上 和同伴一起开车过地道 而这地道的另一头就是尾巴边界的 另一个过境点 埃拉斯管卡 近期我们已发现了4公里的地道 这是哈马斯的一项目的建筑 它跌至50公里的地道 在地道中有很多武器 以军怀疑这条地道就是哈马斯运送车辆的主体 主要地道 光是这一条的建造费用就高达数百万美元 以军认为这些地道的地道 我会认为这些地道的地道 可能是50%的地道 在加州的地道 其他地道可能是比较比较稳定的 而不止在这里 乙军还在北部的甲巴利亚 一处看起来是豪宅的地方 发现了地道路口 看起来像是犯人的房间 这孩子被捕捉了 以军指控哈马斯用婴儿房当掩护 地道竖井就在婴儿床旁边 尽管以色列不断强调 这些都是哈马斯十恶不赦的证据 但是以色列的国际支持 确实不断流失当中 好 外界估算呢 加沙的地下网络是由1300条地道 所组成的总长大约500公里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因为台北捷运的总长 还不到140公里呢 我们刚刚在报道当中所看到的是 车辆可以开进去的地道 不过据说大部分的地道 应该是像这样子 容纳一个人进去 所以宽跟高大约都是两公尺左右 那么内容就包括了 里头储藏了有弹药库 还有食物 水 以及发电机 燃料等等 真的是叫做一应俱全 那么哈马斯的领导人 据说也藏身于地下 我们稍后会好好来介绍 不过其实近代战争当中 也出现了很多赫赫有名的地道 现在甚至发展成为了 知名的观光景点 今天就带您来一趟地道之旅 有请两位专家来帮我们解说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 国立金门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曾艺人曾博士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曾博士同时也是 占地史基于闽南建筑研究中心的主任 好 再来介绍的是 世界遗产资争导人马基康玛老师 康玛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首先聚焦在这个哈马斯的地道 听说有大有小 而且分成三个种类 一开始其实是通往埃及的走私的地道 但是后来也发展成攻击型的地道 跟防御型的地道 我们来请教一下老师 在不对称的作战当中 地道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功用 还有就是 这个地道应该不能够乱挖一通 一个不小心崩塌 或者是有地下水等等 这些东西到底是要怎么盖出来的 好 首先地道的挖掘 很重要就是地址 比方说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金门的坑道 同样金门是因为花岗岩地形 所以它挖掘上有很多 不同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哈马斯的一个地形里面 它必须要考量地址 第一个是首先必须要考量 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功能 功能到底它是要躲藏呢 还是进攻还涉及到就是它的工法 比方说钢筋混凝土的一些 强固的方式 或者是钢板的一个强化 当然目前的资料看起来 这么复杂的坑道里面 它还涉及到的所谓安全 所谓安全是从他们角度来看 它必须要找到隐秘的一个出入口 我们所看到的报道里面 很多它刻意隐藏在医院 甚至教堂 当然坑道的利用里面 它还有考量就是通风 毕竟它是一个小型坑道 所以密麻麻的坑道里面 它必须要考量竖井的一个利用 我想这是全世界的 这些重要的这些坑道 包含像金门 或者像越南坑道 都有类似这样子一个做法 听起来很像拍电影 但其实在真实生活当中 这个坑道可能更具有规模 对不对 但是从它的对手的角度来看的话 可能反过来就要说 那这样子对手 如果有这么严密的一个坑道的话 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就以色列方面来看的话 应该怎么破解 现在有好几种方式 听说其中之一居然是用海水去灌 地道它是四通八达 其实对以色列的军方讲 是非常困扰的 所以他们采用的是像 比方说透地雷达 或者是用一个感热的 红外线影像的方式去感热 去侦测这些人员的一个动静 可是再怎么样 因为非常复杂的坑道系统 他们没有办法完全掌握 所以因此以色列军方 采用几个方式 第一个 它如果发现的一个坑道 或者出入口的话 它立即的用 所谓的海绵炸弹 让它立即的扩充 就是像这样子的炸弹 对 海绵炸弹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它确切知道 坑道的位置的话 它马上用轰炸方式 用所谓的地保炸弹 专地弹 这个是专地弹 那这个是非常厉害 那海绵炸弹跟专地弹不太一样 对 海绵炸弹是它阻止 它的一个坑道的联系 专地弹是直接进入地底之后爆炸 所以它的一个作用不太一样 当然另外也有所谓的 快干的水泥 这些都必须要在 就是发现有那个出入口的时候 干脆我用那个快干水泥 帮你封起来 可是地道绵密系统面 对军方来讲是非常的 不容易的去查找的 包含他们也采用的 无人的这些车辆 就是一个像类似无人机 这种方式去做搜索 所以我们看到 专地军方最后他也采用的 所谓的海水灌注 大量海水灌注之后 大概会产生两个影响 第一个就是 在这个地方的建筑物本身的基础 可能不是那么完善 它的基础不是那么好 所以海水灌注之后 可能会造成建筑物的一些损坏 第二个就是从生态来看 我们所看到的报道里面 有很多人就认为说 海水灌注到这个区域之后 可能造成生态的一个破坏跟影响 坑道是密密麻麻 诚如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它有1300多条500多公里的长度 那实际上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握 它实际上一个位置在哪里 所以有专家说 这些地道可能没有办法 让哈马斯赢得胜利 但是军方会非常的困扰 在作战上会非常的困难 以色列的军方真的会很困扰就是了 尤其对于敌对双方 如果是国土相邻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会出现地道战了 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例子就是朝鲜半岛了 朝鲜半岛其实北韩在1月初的时候 又对着南韩西部的海岸 特别是严平岛的周遭 对不对 发了200发的这个炮弹 不过马上大家就说 朝鲜半岛的骑士又再度紧张了吗 那么事实上 从1953年韩战结束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就划定了一个38度线 这个观众朋友一定是耳熟能详了 一个非军市区 那盐平岛的位置就在这里 38度线是在这里 其实两韩市各退两公里 划出来一个长250公里 宽4公里的缓冲区 那么这个缓冲区里头 居然之前也发现了一个地道 叫做第三地道对不对 这个第三地道后来也成为了 很多人去参观的一个景点了 我们先来看看 当初把它划定成为一个 观光区的一个相关报道 北韩昔日的军事隧道 今日成了观光景点 引来大批游客涌入 一窥就近 这些秘密地道 就处于全球界被最森严的 两韩边境的地底 北韩对外一再说是为采矿用 但其实是为入侵南韩 据一名北韩叛逃者 1978年泄密有关第三隧道的情报 居然距离首尔只有约44公里 一旦修建完工 据称一万大病能通行 并在一个小时内 会议军指导南韩 这名在南韩从事情报工作 不愿露脸的北韩叛逃者也表示 即使90年代晚期开挖慢慢减少 但他深信北韩人在细心维护这些通道 南韩国防部则是信心满满说隧道根本通不到首尔 碍于分属两国间的林津江 因此地道长度最多有10公里的限制 其实2023年正好就是韩战停战70周年的日子 那么著名的板门店 其实是全球好像是目前唯一 双方都还处于敌对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交界区居然可以开放观光 也真的是非常特别 当然很多的观众朋友会从首尔这边 去板门店那边观光对不对 但是马老师超特别的 您不是从首尔方向过去 您从平壤的方向过去 好 所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的所谓的DMZ 一日游到底现在有哪些特色 据说还要签类似生死状的东西才能进入吗 有这么严重吗 对 其实38度停转线 刚刚提到的其实也是横跨南北韩这个地方 像荧幕上各位看到这张照片 它其实从南韩的角度来看北韩 而我这张照片其实是从北韩统一格 来看南韩的这样子一个定色 所以一般人大部分都会去南韩 所以您换了一个角度 南韩去的机会绝对比北韩来得多 可是我这个天生喜欢靠北走 所以我就来到北韩这个地方 事实上不管从平壤过去 从南韩的首都首尔过去 板门店其实它在早期 以前韩国是统一时期的时候 为什么叫板门店 因为它这边是商业经营的一个地方 很多的商店都是用木板做成的 事实上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刚刚看到蓝色的这些建筑物 事实上它现在都是会议式的这个呈现 那其中很重要大家说 38度线到底在哪里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在蓝色屋子中间 其实一半是在北韩 一半是在南韩 那中间就有用水泥涂起的这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象征性的38度线 大家都不能井水不犯河水 不彼此越界 可是南韩第一个总统叫做吴武炫 他也曾经跨过38度线 在象征意义上有非常大的意义 2018年的时候 文在寅跟金正恩 我们讲说在板门店这个地方 举行历史性的一个会晤 当时金正恩是第一个北韩领导者 跨进南韩 当时文在寅说 你都已经到南方来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到北方去呢 当下你看金小胖金正恩 就牵着文在寅的手 就跨过了38度线 当时也是非常重要国际的一个新闻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我是从北韩 北韩来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就会有军官带着你 事实上如果你从南韩首尔进去的话 你也不能自由行 他基本上都是要参加旅行团 跟这个旅行社抱团 而且如果是外国游客的话 大概一个礼拜前 你必须要上网预业 不过来到这个地方你真的觉得 两边其实紧张对峙 真的我们讲说是可以感受到 不过沿途当中 导游也在提醒你 有些地方是不准拍照的 甚至从南韩首尔过去 服装上面也有特别的规定 比如说不能穿牛仔裤 不能穿T恤 不能穿有破洞的裤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对 那也许 就是服装仪容要很整齐 对 要整齐 然后不能穿过度暴露的服装 我不知道是因为那边是很多军人 看到这些女生 或是看到这些暴露的 会影响军心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是来到我们讲说板门店参观 事实上会有很多的一个限制 反而我从平壤没有太多的一个限制 就没有这个限制 甚至你看很多地方 他说可以拍照 都没有问题 不过北韩当然你可以看到 我们平常在电视或是新闻当中 看到北韩的这样的军服 有没有 你就觉得树杀之气 然后你也不敢乱造次 所以板门店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 喜欢战争史 甚至我们今天谈到的地道 在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地道的一个出现 跟这个故事 没错 那么我们马上就要来讲到 地道的故事了 因为刚刚已经讲到了地道 事实上从1974年到1990年的时候 总共发现了有四条很有名的地道 那么其中最长的就是三号地道 因为有1.7公里 那么很多人就说在DMZ这个区域里面 有人估算说应该还有17条之多 但是请问曾教授 这个第三地道听说跟哈马斯的地道 中间有一些异同是吗 依照目前的资料看来 就是哈马斯的地道它是一个 而且是隐秘的 是密码码 可是在板门店的这几个地道 目前所发现的四条地道 都是一个单向的 它没有支坑道这些连接 主要目的看起来就是为了要穿越 这个非军事区 可能有点是进攻或是偷袭的 这样的意味 第一条地道在1974年发现的时候 是不小心发现的 就南韩的士兵在巡逻的时候 也发现地下有些冒些争情 就一看这个是北韩的一个士兵 它的宽度高度是比较小的 所以不过估算起来 一个小时还是可以 运2000人左右的士兵 如果是真的穿越这个军事区的话 是有这样的作用 南韩真的是吓坏了 第二条地道发现之后 就发现说它的宽度高度更高了 这样一个规模 事实上一个小时 他们估算起来 可以到超过 三万人以上部队 所以这个就对南韩来讲 是非常大的压力 一直到第三条地道 它并不是军方自己发现的 它是脱北者 他提供这个情报之后才去找 这条地道的长度非常的长 超过1700公尺 距离首尔只剩下44公里 的确我们从地图就可以知道了 这是首尔 三号地道在这里 距离非常近 最非常近 如果我们刚刚讲到了脱北者 最帅的脱北者 史上最帅脱北者是谁呢 就是这一位 是玄冰所饰演的栗正鹤 当然这是经典韩剧 爱得迫降 很多人可能已经二刷三刷了 但是其中有一个情节 大家一定记忆犹新 那就是栗正鹤 就是通过地道 去找他的女朋友 想要去保护他女朋友 便也去抓坏人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段经典的桥段 说 可疑 不 可疏 有 没有 老 virtual 是不是 我 说 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老师 这应该属于戏剧的情节 现实上会发生吗 是的 我想这个 当然是因为 在南韩发现的四条地道之后 这个电视情节 大概是这样子来衍生出来 当然如果说是 类似间谍的这种方式 有可能是一些小心的通道 当然是38度线 这么宽的区域里面 如果要爬那真的是非常辛苦 是 但是如果爬来一个悬兵 也蛮不错的 当然应该会很欢迎 只会碰到悬兵长 没有办法碰到悬兵 当然这个北韩来讲的话 应该不止地道 还有另外一个地下的网络 那就是地铁了 北韩的地铁也是赫赫有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战事上的一个功能了 比如说马老师 已经去过平壤 也搭过平壤的地铁 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基本资料 再请马老师来帮我们介绍 其实它是1973年 就开始营运的 你看它的县的名字实在是 真的正气凛然 很有革命气氛 革新县 千里马县 对 它运营长度也非常的长 更重要的是它最深 居然深达200公尺 200公尺什么样的概念 大概是B50 就是地下50层楼 所以如果你要搭电机 下去搭地铁的话 需要搭将近三分钟吗 这个马老师再来帮我们介绍 还有它的票价 真的是 五北韩元 大概约合台币只要0.2元 马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平壤 各位知道 当然是北韩的首都 那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观光客 一定会被带来的地方 就是平壤搭地铁 当然不是让你自由行随便搭 来到平壤 来到朝鲜旅行 基本上都会有导游跟着你走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去的 很重要 因为所有观光客来到这边 大概会到两个站 就是从千里马县的复兴站 做到荣光站 整个两条线 千里马县还有隔星线 总共有17个车站 这17个车站 没有办法一一去造访 可是其中两个最漂亮的车站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从复兴到荣光 在北韩所有的地铁站名 比如说凯旋站 统一站 你都看到跟革命的这样的意识 有非常大的关联 比如说金日成 在发表凯旋谈话的时候 就在这个凯旋站 当时其实是中国的资金 还有包括最早的车厢 也是中国长春制车厂的一个车辆 更重要你可以看到 如果各位有去过欧洲莫斯科的地铁 基本上也是金碧灰法 而且你可以看到上面有水晶灯 而且更重要旁边的壁画 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什么 我们讲说跟这样子一个劳动党 或是北韩的革命意识 有很大的关联 搭地铁顺便思想教育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走下去 你可能是110公尺的这样的深度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的水晶灯 然后整个大厅也都是非常富丽堂皇 气势辉宏的这样的感觉 更重要的费用很便宜 像刚刚提到 开文提到 做一次只要五朝鲜币 相当于台币两毛钱 两脚钱 所以当然成为平朗市民非常重要 出入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 眼前看到的这个地铁 地铁当然它就是在地底下 据说在平朗地铁下面可能有河流 因为它不单单只是交通工具 它可能也会作为暂时 比如说两韩发生战争 面临敌人的毒气 炸弹攻击 反而它是另外一个避难所 然后甚至脱逃的前劳动党的 一个秘书长他在回到 逃到南韩之后也爆料 金正恩就在平朗地铁下面 还有专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平朗地铁 其实就是逃难用的 所以也因为他如此重要 富有战事上的功能 所以可以看到北韩 不管他是不是名声凋敝什么的 对于这个地铁的投资 真的是不令投资 所以2019年的时候 他们重建了凯旋站跟统一站 2020年的时候装修是 胜利站跟战友站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报导 看看他们的车站如何 现代感十足 感应交通卡搭上手扶梯 再往地底下走 映入眼帘的小商店 除了临时也卖报章杂志 北韩第一气质网红 恩雅日前开箱 平壤去年全新改建的 统一地铁站 华丽装潢宛如地下宫殿 让人耳目一新 实际搭上车厢 这列号称 由北韩全自制的列车 和先进国家使用的车种 看起来大同小异 那装新颖又干净 载着平壤人在全市跑透透 北韩官方从去年开始 投入平壤地铁重点改造建设 继统一站 凯旋站过后 战胜站 战友站 也在今年六月改建完成 重新通车 明亮大厅里铺设大理石墙和地板 整顿过后的战胜站气派又整齐 且呼应战民 车站各个角落 全都挂满正机宣传海报 有着浓浓北韩风格 平壤地铁最早在1973年开通 比首尔地铁还要早一年通车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 新生的地铁站各个现代感十足 也成为平壤全新地标 新冠疫情冲击北韩 让因为国际制裁 本就萎靡的经济更加大不如前 金正恩没有坐以待毙 就决定从北韩门面 平壤开始下手重振经济 金正恩近期在出席 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时 提出平壤生活保障议题 平壤劳动新闻 更透过满满五大篇专栏 点名平壤生计问题 也是国家产业发展核心 小小年纪就说着一口流利英文 和主持人对答如流 北韩网红恩雅 直及平壤小学开学日 影片一公开 也引发话题 金正恩的新平壤计划 除了名声建设 英才教育也是其中一环 在平壤打造各领域精英培育学校 也让平壤从外到内 一步步脱胎换骨 让国家门面熠熠生辉 好 刚刚讲到了平壤地铁 它有战士上功能 除了刚刚介绍之外 还有哪些特殊的设计吗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除了它有交通运输的功能 更重要它其实也是暂时 民众可以躲藏的防空洞 是有设计80吨的那种钢门 遇到核攻击或是生化攻击的时候 它也可以把它降下来 变成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朝鲜 也就是北韩它的一个地铁 其实是跟老大哥叫莫斯科学习 莫斯科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你会发现其实也利用 它非常绵密的地铁道路 一来是我们讲说避难 二来其实也是对暂时的一个 运送需求达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好 稍待一会我们回来的话 要暂时先离开北韩 要到哪里呢 前进越南去了 为什么呢 这个地道战 持续20年之久的越战 其实也有一条非常有名的 叫做古之地道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而现在已经成为了 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 马上回来为您介绍 好 您注意看 好好的一个地面 居然冒出一个人来了 这个就是古之地道的示意图 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在越战当中 其实地道真的扮演了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来介绍一下 复习一下越战 它是1955年 一路打到1975年 整整打了20年的时间 结果造成了交战的双方 总共有超过百万人伤亡 这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参战人数 可以说是最多的一场战争 影响非常的深远 那么美国最后 当然是因为不堪消耗的关系 所以最后只好 明经席谷撤出了越南 那么停战将近有50年之后的今天 古之地道已经成为了 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军队走到一半 轰炸机朝着树林猛烈攻击 惨烈的越战让越南伤痕累累 但40年后的今天 这段历史却带给越南无限商机 当他会攻击 他会进入这些人 然后他会逃避 没问题 当年的防空洞 变成了独特的观光景点 外国游客重回战争现场 感受不到炮火的烟消味 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 你能够办法吗 它太大了 没问题 钻进神秘地道一探究竟 250公里的长度可以倾尽上万人 带着手电筒展开冒险 亲自体验地底穴道的世界 你能够想像这一样吗 没问题 没问题 走一趟出来已经满身大汗 站地旅游没有华丽的行程 游客双脚踏过的地方 都是当年在前线作战的士兵 生火国的地方 战争留下的足迹 为越南带来大把钞票之外 和越战有关的故事翻上大荧幕 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三个好兄弟在越战中遭到俘虏 命运从此翻转 这部《越战猎路人》 播下1979年奥斯卡最佳影片 而同样转人热泪的 还有这一部 阿甘正传一部分剧情 与越战作为背景 最让人熟悉的 是电影中配乐的这首歌 谈到反越战 经典歌曲《Fortunate Some》 最朗朗上口带领乐迷 重回到当年氛围 另外一首《时代经》曲 则是约翰来弄的 《Fifty the Chance》 给和平一个机会 走过几十个年头 越战的旋律跟影像 让世人永远记住 这段难忘的《时代经》 好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古之地道呢 其实就是南越的游击 对它的地下总部 对不对 好 当时为什么会给美军 带来重击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基本介绍 1948年的时候 他们为了要抗发军 所以才开始徒手挖舰 这实在是太厉害了 然后总长度 大约有200公里 而且往西还可以达到柬埔寨 它深度据说有三层 而且宽度大概是80公分 跟高度70到150公分 这看起来小小的 听说是跟越南人的身材有关系 里头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会议室 寝室 厨房 医院 仓库等等 什么都有 好 我们请马老师来告诉我们 这个古之地道的参观重点有哪些 其实我们知道越南的历史 它曾经经过法国的殖民统治 所以像胡志明以前叫做西贡 这个地方也是以前法蜀印度支那的 殖民中心 古之地道 基本上是在越战时期 发挥最大的功能 而事实上它在抗法的时候 1948年当地的农民就已经徒手挖掘 大概有200公里 像开文刚刚提到 往西可以到它的邻国叫柬埔寨 它其实也做好撤退 等等的这样子一个准备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让美军闻风尚胆 因为你不知道 就像我们刚刚片头看到的 那个越贡像打地鼠一样 你不知道它何时冒出来 尤其在当时你看 美军在这种越战丛林当中 所遭受到的这个突袭 攻击 事实上有很多的出入口 有些真的伪装得很好 跟当地的地景融为一体 更不用讲这些越贡 它是住在地底下 虽然营营俱全 刚刚提到有会议室 厨房 甚至生儿育 你长达数十年的时间 都生活在地下 它设了很多的陷阱 除了它不敢到这个地道当中 来寻找越贡的踪跡 里面 外面还布了很多的陷阱 可能有监刺 甚至他们在当地 如果今天你来古之地道参观 你一定会看到当地人在卖 用轮胎做的鞋子 因为当年越贡就是穿这个鞋子 这鞋子是特制的 因为一般我们看足迹 对不对 你大概可以知道 敌人往哪一个方向走 可是这个鞋子鞋底很特别 它是反方向 也就是说明明我往这个方向走 可是敌人看到的脚印是往后走 所以反而造成了一个迷魂症 好厉害 不过可能介绍到这里 观众朋友可能还是会觉得说 那这个地道到底还有哪些玄机 我们看一下剖面图可就知道了 因为像这么狭窄的一个通道 其实美国大兵如果带个武器 根本钻不进去 对不对 它还设了重重的机关 那所以会有这个储藏室 还有一些排水 有一些设施 可是我们在看的时候 用现今的观点来看 它这个通风要怎么办 还有就是它的发电 照明设备又应该怎么办 古之地道的构造 主要它是一个土坑道为主 可以看到里面所 这个鞋子所示意的 包含它的通气口 它的防空洞 甚至的医院 医院在地底下它怎么发电 用自行车 自行车发电 这还蛮有环保概念的 非常有趣的 对 这样的做法 事实上在冷战时期 甚至像柏林那些为了核战 事实上在地里面 都是用脚踏车去发电等等 另外一提的是 古之地道的这个构造 事实上后来影响到 金门的一个坑道的挖柱 有直接影响 当时我们的湖联司令官 后来就是派驻越南是大使 我们在1970年代的 金门的民房坑道 聚船 当然也有相关的关联 好 那么旅客如果去体验的话 因为现在古之地道 大家可以去体验了 而且你也可以钻进去 拍一个照片 我看网路上很多 很多照片就是大家举着 那个小地板 像地鼠一样拽出来 像地鼠一样 知名的这个YouTuber 网红妈妈她也制作了一个YouTube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趟民意院的入口 现在有一个民意 是假的人在那里做 那你很轻易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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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休息的那一趟 睡 那边是睡觉 然后是工作的 房间好高 他们在这边 地窍里面 煮 煮饭 你看他们在这边开会 有 那我们在这边 你看妈妈要不见了喔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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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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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妈妈要不见了 OK 好 OK 后会有期了 我们先回台湾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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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妈妈不见了 好 很多的旅客像网红妈妈一样 参观完这个古之地道之后 很可能会到胡志明市 去参观另外一个重要的景点 那就是战争以及博物馆 听说这个博物馆曾经被这个 Triple Advisor选为亚洲最佳博物馆 排行榜的第一名 到底有哪些厉害的地方呢 不过在这我们先提醒大家 有时候要先提出警语 对不对 刚刚有提到了古之地道 如果您有这个 幽闭空间 恐惧症 恐惧症 最好是不要尝试了 那听说到这个博物馆 那一样也要做族行李准备 为什么呢 对 因为我们知道 越战期间 其实美军在这个地方 进行了很多轰炸 甚至很多不为人知 不能道的这样子的战争行为 所以虽然现在这个地方 叫战争以及博物馆 可是在以前 美越还没有恢复 外交关系的时候 这边叫 美军罪恶博物馆 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照片 甚至很多战争的遗物 你都可以看到这些 非常令人震撼照片的一个呈现 甚至让小孩子跑在前面 后面美国大兵就是用枪支来扫射 当然当年美军在丛林站 吃了很多的苦头 所以他当时也影响至今 非常重要 他们用军机 飞机在丛林上面 撒下叫做成绩 成绩又叫做落叶绩 因为这个丛林 其实提供月供 很好的一个保护 可当这个成绩撒下去 所有叶子都掉落 基本上月供是无处躲藏 在战争博物馆里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照片 甚至现在来到越南 尤其在南越地区 很多出生的婴儿 因为当年他的爸爸妈妈 受到这些化学药剂的影响 生下来可能脑水肿 畸形 一直到现在 虽然战争已经过了那么久 可是到现在还在影响 越南的下一代 没错 战争遗迹 其实真的就是要提醒世人战 战争是非常冷酷无情的 所以大家应该还是要有一个 和平共存共融的一个想法 好 而讲到藏兵余地下 一并不能漏掉的就是我们的金门 刚刚也提到了 甚至金门的坑道 有去参考到这个古之地道的设置 马上我们就带您来参访 进入金城民防坑道 感受到当年的紧张气氛 金门在台海最前线 军事设施不少 坑道超过10座 防空洞得更多 在823炮站之后 新建高达1000多座防空洞 前线鬼斧神宫的攻势 除了地下坑道之外 像是现在在我背后的 宅山坑道暂时 可供小艇停靠 甚至在不远处的老大茂坑道 现在还供海龙部队使用 不只一般的坑道 还有船艇能够进入的水道 其中包含了长亭道的宅山坑道 还有目前海龙挖兵铸点的 老大茂坑道 同样受到军用管制的金晶坑道 以及渔村坑道 还有九宫坑道等等 这些坑道的作用是为了藏兵于地下 取代原本暴露在敌人炮火之下的 搶摊運捕作业 让小艇能够停靠 保护官兵不受侵袭 不过金门位置特殊 距离下门禁 有人担心要是两岸真的开战金门的 形势跟处境将会更紧张 所以其实现在就解放军的一个活力来看的话 他们会直接可能就打澎湖 或者是占据我们东沙岛 或者是直接打本岛 金马其实相对来说就不会是第一线 专家认为中共直接占领金门的机会比较小 直攻澎湖跟台湾本岛机会更大 但不论如何家常防备依旧是重中之重 坑道密集度全世界第一的是哪里呢 据说就在我们的金门马祖 曾教授您多年都研究金马坑道 其实听说这个金门的坑道来讲好了 刚刚已经讲了 有一些是施法于这个古直地道 听说跟哈马斯地道 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好的 事实上金门马祖的坑道 在世界上来讲它的密度是非常非常高 是非常著名的 主要关键的也是在1954年的九三炮战 当时我们的指挥中心在西半岛 才发现守不住 所以因此之后 我们把这个指挥中心移到东边的泰晤山 这时候我们才把所有的兵力 想办法移到地下化 刚好金门是以花岗岩为主 第一条坑道完成是在1956年 可是在这里面 金门的西半岛是一个冲击的一个地形 也是一个宏土的地形 所以早期的坑道 也是类似像古直地道 或者像哈马斯坑道是用土质的 所以金门坑道大体来讲可以分两种 一种是批复式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之前手板上所看到 这个是我们金门 双乳山坑道 就在金门的中央 靠近西部的部分 可以看到 这个坑道的两侧是用石头 也就是早期的时候 用金门的花岗岩 去砌足两边的一个墙体 上面再用钢筋混音图板 来把它覆盖 形成一个弯着坑道 另外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张的手板上面所看到 它是一个花岗岩 可是它的强度没有那么强 它又为了安全 所以会在坑道挖掘之后 用钳盾法挖掘之后 就用钢筋混音图形成一个 会看到像一个隧道的方式来强化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 我们看到哈马斯坑道里面的这种做法 就非常的明确看到 它是挖 钳盾的挖法 然后用玉柱的钢筋混音图板去形成 所以你看一块 是一块一块的足够起来 事实上刚才提到 古斯的坑道 它是纯泥土的 可是我们看到北韩的坑道 它也有加固 所以金门一样 用钢筋混音图的方式来做加固 事实上我刚才提到 金门的西半岛 它的地址是类似这样子 我们现在手法上所看到 就是在金门西半岛的 观音亭山的坑道 就是最早期在1956年左右所开挖的 这个坑道是有三层 第二层 第三层就是红土坑道 它也是全盾式的 所以是完全利用这坚硬的地质 来做地道的一个利用 当然金门的这些坑道 现在已经发展成 非常有特色的占地旅游了 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观光景点 我也去体验过 我去的地方是连接勇士堡 跟这个铁汉堡中间的那一条地下通道 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展览 叫做什么呢 地雷主题馆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画面 除了展示各种不同样式的地雷 还有历史之外呢 还有您所看到的互动体验区 如果你误采这个模拟地雷的话 还会有轰隆隆的爆炸声响呢 马上来请教一下马老师 金门还有哪些坑道 您觉得是必游必看的 对 其实我们刚刚私底下 在跟曾老师聊天的时候 因为金门很多的坑道 来到金门旅游 不可避免一定造访很多坑道 尤其以前在金门马祖当过兵 坑道绝对是当兵当中 不可抹灭的这个回忆 当然我们刚刚曾老师也提到 金门是全世界坑道密度 最高的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岛屿 现在这些坑道 转为所谓的观光的类型 当然曾老师刚刚提到 从这个所谓的地址 把地道分为两个 可是我们从功能性来看 当然金门大大小小地道都有 第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 最有名的就是小金门 列宇那个地方有九宫 这个地道 另外还有包括在大金门 有所谓的宅山坑道 这个为什么叫宅山坑道 包括船舰 遇到战时敌人轰炸的时候 登陆艇全部都可以挤在这当中 所以它的范围面积是很大的 甚至现在金门国家公园也在 宅山坑道举办一年一度的 叫做坑道音乐节 里面的传声效果很好 第二个其实叫做 就像泰文提到的勇士堡 这种所谓的铁汉堡 这其实就是在海边 其实以前会有所谓的水轨 挖人要登陆上岸 所以它其实就在海边做监视的 一个工作 第三个就是民兵 在这个地方其实最有名的 就是金门的琼林民兵 这个我们讲说坑道 它其实是民房的 它并不是给军人使用 当然这些坑道 都是战争时期留下来 现在你可以看到 金门最大的一个坑道是什么 各位有机会一定要去申请参观 因为它只有礼拜二 礼拜四 它其实是一个大的 花岗園开招出来叫做晴天厅 晴天厅它以前是作为官兵娱乐之用 最多可以做到755个人 在里面看电影 所以这也是金门 非常特殊的一个样貌 更重要现在很多坑道 当然除了观光 更重要拿来干嘛 厨房好久的地方 因为它其实可以 维持在一个恒温 所以很多金门高粱 其实把这个地方 也当做一个酒窖 能够保存最好的酒香 其实我们聊到这里 就可以知道 战地文化 其实相当程度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希望把这些 负面的世界遗产 也就是对抗 战争 转化变成一个正面的世界遗产 那就是要追求和平 追求和解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带来精彩的解说 那么同时我们也要一起努力 避免战争的悲剧 稍后再回到提关点 好 借由今天 我们的地道之旅 希望能够彰显的 当然就是和平 而且共存的普世价值 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也谢谢两位老师 我是庄开文 我在提关点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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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